反谈会今天再逮捕了人力资源部部长西华古马属下的另一名官员 这次的被捕者是西华古马的基要秘书 反谈会主席阿战巴基向当今大马证实这件事 并表示反谈会已经延扣嫌犯 但还不确定延扣几天 昨天西华古马属下的一名资深助理 因涉嫌一宗关于移工招聘配额的贪污案件而被捕 也是行动党华都雅野国会议员的西华古马对此授寻时表示 基于反谈会正在调查他不佳置评 根据The Vibes 这名涉案者成立了一家移工招聘公司 当中出现利益冲突 消息人士也告诉当今大马 被逮捕的资深助理 在人力资源公司的雇佣配额批准事业上 有可能影响决策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